時常嘴破要注意 一疏忽當心要你命 我覺得嘴破不是病 痛起來真的是要人命 可能這一陣子工作很多 然後又壓力比較大 偏偏那時候 我就剛好要主持 一個很重要的記者會 然後就在隔天 它就啪啪啪就給我破起來 嘴巴破只是一個頸 你要注意 因為這代表你的免疫力開始下降 細菌會真的從牙根裡面進去 導致一些心肌炎 醋子等等 今晚10點 東升中和台32頻道 醫師好辣 CBS